今天是我朋友们要了很久的猪皮冻 把猪皮凉水下锅 盖盖煮到水开 煮好后把猪皮捞出来 放凉水里降温 然后我们把猪皮上多余的油脂和猪毛去掉 把猪皮切成小条 切好以后放温水里 加一小勺小苏打 把猪皮洗干净 猪皮不洗干净有很大的腥味 小苏打可以有效取出猪皮上的腥味和油脂 有很多油脂和脏水已经被洗下来了 然后把猪皮捞出来继续清洗 直到洗到我们认为干净为止 我们看洗好的猪皮干净 晶莹剔透 把它捞出来备用 准备一块纱布 放两段葱 两片姜 一颗八角 然后包起来 现在把洗好的猪皮放凉水锅里 料包也放进去 加点料酒 盖盖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后 刀在模具或其他平地容器里 少加点盐 搅均匀后 这个天气放室内冷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也可以放冰箱保鲜室浆弯 时间到了后 轻轻脱膜 把猪皮冻切成小块 我们看一下 晶莹透亮 非常Q弹 满满的胶原蛋白 女性朋友吃了非常好 我们给它装盘 现在调蘸料 加辣椒粉 十三香 蒜末 再包上热油 继续加盐 鸡粉 生抽 香醋 葱花 搅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猪皮冻就做好了 石头美食 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石头点个赞 也欢迎评论留下你喜欢的美食明珍 下个视频可能就是你想要的